我們所有上的這一條方程真的異常複雜 如果配方的話,又多了這個xy的term x和y一起配的話,這些又單釘了出來 既然是這樣,我們可以怎樣呢? 簡單一點看這一條,你就可以寫作為 成為一條x的二次方程 首先,用x來group 這個x,再加上剩下的沒有x的term 這個東西就等於0 所以我們就會有x的解 會等於-b 正負開方b平方 -4ac 這個東西,然後再隨意2a 整理一下這條色就會變成有 y加2 主要整理就是這個根號裡面的東西 就變成-3y的平方 加12y 減8 這個東西再隨意的 我們都知道如果要這個數有解的話 先說有解,有解的情況之下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Determinant 這個東西呢 即是跟號裡面的東西 就需要 我先寫一次 這個東西就是-3y的平方 加12y 減8 這個東西呢,需要大個或者等於0 這條方程才會有解 既然這樣的話,我們就可以縮紮y的水直範圍 y的水直範圍呢 就可以寫成是 幾乎在2-2-3-3 和2-2-3-3中間的 那,也就是多少呢? 那麼多多計數機呢? 那麼,發覺y 又是要找整數的人呢 那,y這個東西就只會等於1 2 或者3的 那麼,我們縮紮y的取值範圍 就只有這三個東西了 那麼,所以呢 我們就逐個代入去吧 那麼,我們就會找到 x 那麼,x對應1的話會有什麼呢? 我這樣寫 那麼,當y是1的人呢 x 那麼,他就可以等於1 或者2 我這樣寫 1或者2 那麼,動在這裡看 那麼,2的人呢 x就可以等於1 或者3的 那麼,3的人呢 x就可以等於2 或者3 那麼,這個當然 這個解不是這樣寫的 那麼,所以 真正xy的解呢 那麼,就要這樣寫的 x,y的解呢 那麼,就要這樣寫的 那麼,第一批 就是1 1 1 然後就是1 sorry,是2 1 那麼,這裡有1 2 3 2 2 最後就是2 3 和3 3 3 那麼,今次這條方程呢 就是有 這六組解了 2 2 2 3 3 4 5